欢迎回来我是赵婷在过年的前夕为大家邀请大家好朋友畅销书作家黄大米 大米你好 赵婷好大家好 哎呀我们就是要一起一会对不对 我们有去喝个咖啡嘛 后来就没有相见 因为我在Facebook当中看到你很厉害很认真的在经营 我的粉丝团 对不对 那所以出书还有计划吗 出书还是要啊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根本 是真的没有办法赚到很多钱 就是你投入的心力跟你回收到的钱 其实差太多了 可是你会觉得那是你的起点 我觉得大米呢有一个很棒的好处 就是说很多的上班族会有一些朋友上 就是心有其切 因为他写的一些文章都会觉得说 哇这完全写到我的心看人当中了 为什么我不敢讲 他在上班族当中或者职场当中很透彻的可以了解到很多事情 而且把它剖析出来 但你仍然还在职场中 我现在我的自媒体的部分确实是可以让我离开职场 但我觉得身为一个写作者 你必须拥抱痛苦 你必须跟上班族一样 比如说你会觉得天这么冷还要出门 然后期待台风架什么的 那一种感受是只要你一离开职场 你就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了 那我觉得你要写好一个文章 尤其你是要做诚实书写的时候 你还是要上班维持那个手感 然后比如说挤上下班的捷御拿公车 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看到不认识自己或同事 对于主管的唯唯诺诺或者是阳奉阴违 只为了就是能够让场面好一点 那种东西我觉得它都是我灵感的来源 所以我就会舍不得理直 而且大米市我看过非常认真的人 你看我跟你见面到现在 你该做的事都做了 我该做的事都没做 你有感觉吗 应该怎么讲 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只有一只猫 你现在是两只猫 我有两只猫 因为我觉得 他们要相亲相爱 第一个要相亲相爱 第二个我很在乎回馈社会 我觉得我的所有的钱财 是来自于粉丝团大家按赞 那我觉得取之社会回馈社会 那我觉得多养一只流浪猫 也是在回馈社会 至少你可以让一只猫变得幸福 对 然后做自媒体 比如说 Podcast的部分的话 对我而言就是 你知道其实媒体平台一直在转移 对 你永远不知道 再来谁会是下一个脸书 是 所以你只好在它一开始风行的时候 你先去抢一张入场卷 那你要不要把它做得好 或是能不能做得好 那那是之后的事 但是你要先知道 新的一个媒体 它是怎么运作的 至少万一它不小心起来了 你也已经有一张门票 所以这大部分 只要有哪一个媒体 就是正在 新媒体正在崛起的时候 我都会强迫我自己 去参与一下 你以前就是小时候 就是这种个性 因为我觉得 你之前有描述过你孩童的时候 跟着妈妈嘛 那然后 其实 我觉得像你会写文章这些 其实跟家庭是没有关系的 是你自己本来就很喜欢的 应该是说 我其实都是非常功利的认为 就是帮助我家里 可以变得比较富裕一点 那只要是一个正当的方法 我都愿意去试试看 那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觉知嘛 就以为自己进媒体业可以就是单月顶单星 双月顶双星 那个三十年前是这样哦 三台的时候 对 我就以为那边有很多钱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就要去钱多的地方 那你往这边冲的时候 在媒体业大概有两个技能 是很核心的 应该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你的外表 如果你的外表条件很好 你其他两个技能多一点 大家可以包容 但如果你的外表只是中上 其实以中上的外表 进入电视台这个产业 其实是有一点辛苦的 因为实在太多人长得太好看了 那他为了的另外两个技能 就是你的口才跟你的文笔 那我要活下去啊 既然我想要在这边掏金嘛 那我觉得我在口才的反应度上面还可以 但是我在文笔上面 所以我基本上我就会加油 那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些加油有一天会综合起来 成为我的自媒体的能量 所以我都会觉得年轻的上班族 你先好好上班 那你好好上班的时候 其实是在累积你的技能 还有累积你的人脉 那假设你原本就在你的上班这个场域做得很好 有一天你想要自己独立出来的时候 你原本的客户 你原本的同事 他都会成为你新的一个接案的来源 所以我觉得核心的根本还是你要把你的班上好 还有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有一些才华 比如说你一直觉得自己好美我就靠美 但是你要有文笔要有口才 这些东西都是要锻炼的 跟自己努力去学习的 我想大米讲的我是非常的认同 因为说实话啦 你只有美貌 但是你没有口才跟没有内涵 就算你一个live来 他叫你直播 你也搞不太清楚什么跟什么 说出来的话都是没有内涵的东西 对不对 我觉得美貌是老天爷给你的财富 但是很可惜 就是这一种东西呢 他来的快 他也去的很快 我常常看到很多长得很漂亮的主播 他不小心大概2526岁就卡到一个位置 那这样是很年轻 可是你会觉得2526卡到位置之后 感觉上好像人生就从此一帆风顺 没有 我告诉你们 就是等到他29岁30岁的时候 他的心理压力就很大 因为他就会觉得 他不小心又看到22岁的妹妹 也出来了 也出来了 然后又长得很可爱很漂亮 口才也好 他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了 他觉得自己的竞争力在下滑 即便外人看他才2930 还像花一样 但是你知道他内心的焦虑 因为他知道他今天是靠美貌上位 只要他看到有别人比他更美 他就会觉得 哇他的别人的貌美对他而言就是个压力 所以美貌这件事情是老天爷给你的礼物 但是你要把这个礼物变长的话 你还是要充实你的内涵 好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 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大米来谈一谈 现在社会当中的现况 同时也谈谈自媒体这个部分 其实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 那在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国外有个小孩 他就是开箱玩具 就他爸就说 你要开箱玩具好 然后他说我不要去上学 他爸说好 你如果说到一个费用 一个阶段 我随便乱举例啦 可能你有三千万订阅的人数 你就可以不要念大学 结果他好像一两个月就冲到了 所以你说自媒体这个东西 其实人人都可以 但怎么样经营 还是说你的自媒体 只有你的亲戚朋友定呢 订阅人数七位 都是你爸爸 你妈妈 你阿姨 还有你表妹 待会儿来谈谈这个部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今天呢 在这个过年前戏 邀请到黄大米来聊一聊 大米每次呢 说的话 你都会觉得说 跟我的心里头想的都很像 那我知道你现在 经营这个自媒体嘛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你超级上镜头 修图修很大是真的 其实还好 比较瘦 真的就好上镜头 而且你有一个角度 你自己知道 应该是这样的仰角 对就是仰角 就是如果我 因为我脸比较平 所以我如果是正拍 会完全凸显我的没有鼻子 然后但是如果我是仰角 那因为透过角度 然后就会看起来还OK 侧拍 有点很知性的感觉 对对对对 就不要面对镜头 就是看不到全部最完美 很多的网美都是这样 不看镜头 我们以前都是看镜头 都错 就要看看旁边 然后脚往前踢一下 然后看看这样 左顾右盼一下 那样最好看 对对 讲讲自媒体 其实自媒体 我觉得现在运用极致的人 就是川普 对对对 他根本不需要电视台 他自己就是一个自媒体 只是有时候会被停权一下 因为前一阵子 那个美国国会的事情 所以他被推特好像停权了 这个自媒体这个东西 真的跟以前很多人的想象不一样 以前的人 你记得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啦 做第一件事情早上起来 大人就是很懒散 就说来到楼下去拿羊奶 报纸拿上来 我记得我外公就这样 然后我就去拿牛奶是羊奶 然后很难喝嘛 好像是羊奶 然后就报纸给他了 这个开始后来就没有人看报纸啦 比较少嘛 纸没就没有订报 送报员不是会丢吗 对啊 以前那个是每天就是 一定会看到的场景 后来是电视啦 对啊 后来在那个 Seven那边才可以买得到报纸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就是电视了 现在就不一样了 变网路了 没有错 无远佛界了 因为其实包含 这整个就是媒体平台的转移啊 因为其实像广告主啊 我们常常就说 其实自媒体 它是在做眼球经济 你的注意力经济 你的眼睛看向哪里 就是广告主会觉得在那个地方 他投注钱 他会觉得没有掉到水沟里 那当所有的人 他的目光逐渐都是放在手机上面 不太看电视 不太看报纸的时候 所以就是很多广告主 他就会觉得 他把所有的预算 丢在自媒体或是网路平台 他会觉得那个效益比较好 而且比过去看灯报纸跟电视便宜 还有重点是 有的时候你在看一些影片的时候 你一定要会看到那些广告 因为其实我几年 十年前去大陆的时候 我就发现 因为大陆很大 他们每个人就是拿手机 他们就是手机可以做任何事情 买东西 然后新资讯 然后什么都用手机支付 应该是说 现在手机上面的每一家 每一个APP 他就是一个店面 就是店面 就是一个店面 那我觉得是说 如果听众你本身是有兴趣 做自媒体的人 我认为你自媒体要做到蓬勃 他有几个两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你要做 你自己真的有兴趣的 因为大概我认为 大概会有长达一年 你做这个自媒体 你是不会有收入的 你真的就是完全做开心的 那如果你一开始设定的主题 是你完全不感兴趣 只为了讨好市场 做不到一年 你做不下去一年 所以我会觉得 第一个你回归你的本心 你喜欢炒菜的 你就去做炒菜的自媒体 你喜欢就是 做一些手工啊什么的 那你就是开这种自媒体 那那时候我是因为写作嘛 那我觉得写作的人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写作的要红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你是要抓热议题 你每天只要上那个媒体网站 他都会有归纳最重要的最火红的关键字 你就写那个就对了 你写那个的话 其实他就很容易被注意 而且就会有媒体的转载 这是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就是说 你是新媒体 那你要就是去用旧媒体的影响力 那什么叫做旧媒体的影响力 听起来感觉很专业对不对 其实说穿了就是你必须去投稿 你必须让你的文章在这些旧的大平台上面先看到 那他们一定是比你来的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那你的文章在那边刊登之后 第一个提升你的质感 然后你的声量 还有他们那边的信众 就是他们的读者会来追随你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米的优势 因为他当过记者 那刚刚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可能在广播里头 或podcast里头 或做了一件事情 会访问到一个人 那我的一些重点的内容 其实你要把它文字化 就变成类似新闻稿 就像我们常常有些人去开记者会 然后你还没有进去之前 你就会拿到了一个新闻稿 其实他们的记者会还没开始 但是他新闻稿都会写出来的状况 是一样的 所以有些人是可以听 用听的方式 有些人是看的方式 但是也有比较旧媒体的 是用文字的方式呈现 对 然后你是借旧媒体的影响力 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叫你一个人这样不会累嘛 很累 应该是说第一个我要强调 因为我是单身 所以我没有家 单身贵族 接着就想双人床 应该是说 如果你今天有孩子 有另外一半 那讲真的 你一定是要分神去照顾他们 他们对你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那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我的时间会比较多 那透过这些书写 跟粉丝的互动 我会觉得 得到很大的温暖 所以我常常在感谢我的粉丝 是他们丰富了我的生命 还有丰富我的生活 然后没有想到这样的感谢 到最后丰富了我的财富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鼓励大家走自媒体平台 试试看 因为没有成本的创业嘛 是 好休息一下咯 待会儿继续聊 I like 他就是要拼的就是真诚 跟以及讲出很多人不敢讲的话 但那些话其实在每个人心中都浮现过 所以呢你会发现说 所谓的网红跟明星有点不一样 明星比较有偶包 可是你会发现网红好像他什么都敢讲 他就是在替你讲话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 就是要持续是很难的 前一阵有个很红的一个导演 后来我也有去给他按赞 他的赞的人数并不是太多 他就是在跑马拉松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个影片 我还没有看到 他太太在前面跑马拉松 他在后面 好就是背了一个小包包 就说老婆要等等我啊 天那么冷 你要不要穿个外套啊 很温馨啊 对啊 超好笑的 就是就他后来就爆红嘛 就因为他就是一个 就他可能也是有设计过 在跑马拉松的时候拍下来 结果 就是因为这个影片 我就去找到了他的粉丝团 所以他其实这样也是 可以把一些新的粉丝加入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影片要好看 然后别人转载 你觉得很赞 你就会去找原来的原po的人 去看看他有什么影片 我常会觉得无力之力是大力 就是你不要太自私 然后你乐于分享 其实在自媒体经营上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当你的影片拍得不错的时候 被转载的时候 常会有人来问你说 你可不可以授权让我们用 那很多人会卡关说 那我为什么要白白给你用 但是呢 我基本上像我的文章 我一定会都说你拿去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去跟他计较那一点点稿费 或是授权费 真的拿不到多少 然后彼此都是上班族 你只要想到彼此都是上班族 但你拿去你要告诉他说 文章转载黄大名 对对对 你要写嘛 就是有个授权名称 那我光这个就好了 我光赚 就是我赚的是名气 以及就是粉丝会来这样子 那你要跟他要稿费 其实那个小编 也是个上班族 他真的手上没有预算 他不是在刻薄你 而是他手上真的没有 那没有关系 你既然拿不到钱 那你就拿到影响力 那你影响力就会带给你钱 所以我基本上授权上面 我是非常大方的 即便到现在 我的无偿授权的部分 大概占了九成九 哇 好 不过刚刚讲到的就是 文章的东西 文笔是可以练的吗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写文章 可以交交听众朋友 他说 我要考大学 我做文写的很烂 或者说 我现在要写一个公司的签程 我不太会写 文章要怎么练 第一个就是 一定是要多看嘛 多看你会看过去 你就会忘记 就忘了 对 所以你要重复看 如果有一篇文章 即便到我现在 我都会 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很好看 那我就会印表机印出来 然后我就会戴在身上 然后在捷运上面 我就会拿起来 抄 我会把它里面的优美词句 抄个好多遍 我也会拿起来抄 大概都是抄心经 所以你可以得到心灵的宁静嘛 对不对 那我得到的就不一样啊 因为我觉得我的文笔要进一步 我必须词会越来越丰富 对对对 我不能一直在美丽漂亮 这样子的话会感觉很词穷 所以我就必须一直抄 美食就不要每次都讲弹牙嘛 对 你就换个方式嘛 我不懂到底什么叫弹牙 我到目前也不太懂 因为我跟妳讲 我的美食用字更贫乏 我都会说好好吃 我也是 对啊 台牙又好吃 然后我如果觉得不好吃 别人又要问我 我就会说很特别 也很圆融 尽量啦 尤其我自己已经意识到一件事情 这是我最近的体悟 我已经失去了 在公众场合发脾气的空间了 真的 我没有办法 你在喝咖啡的时候 那是王大明 他刚跟人家讲话好大声哦 对 我现在都还可以在公众场合发脾气 我不敢 我觉得你太有种了 有什么好不敢的 就发啊 我今天早上还去客服了一个银行 客宿 他还说赵小姐怎样怎样怎样 我说你不要叫赵小姐 我可以叫赵小姐怎样 我比较会思考的是另外一个层面 因为你知道事情是中性的 别人要怎么解读 要怎么上床爆料公社 要怎么样都可以 那我的想法是说 我好不容易这么幸运 有了今天 那我非常爱惜我的羽毛 所以我觉得不论今天 他是怎么怠慢我 我只要想到说 哦那个东西的成本 就是如果他那个东西是坏了 然后拿去修 他告诉我说不保固 我以前会觉得说 我们还在保固期 你跟我讲不保固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可能就会有情绪上来 可是我现在会吸下去 我会把那口气吸下去 我会说好没有关系 那你就帮我问一下 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内心就做好一个决定 我再去买新的就好了 我绝对不能在现在怕脾气 我真的觉得你转换的很好 因为通常记者会具体力真的 但是你没有 你现在转成作家 然后有知名度的作家 你开始爱惜羽毛 其实你现在有偶包了 偶包我在网络上没有偶包 所以啊当你没有化妆 带着口罩去倒垃圾的时候 或带着帽子口罩 然后他还会跟你说 华小姐 有 你会觉得很沮丧 像我就是常会这样 穿个拖鞋去遛狗 然后带着帽子 带着口罩 他们也说 华小姐 我是在倒垃圾的时候 然后他跟我说 清洁的那位大哥跟我说 大米你好 然后之后跟我说 大米我买你的书 我就立刻说 真的谢谢你喜欢我的文字 然后我当下我那一天 其实有一点点吓到 但是我内心的想法是 其实我看到他冲过来认我的时候 他眼神有光 开心的 他是非常开心 所以我就会觉得 那我就要接受这一个 称赞跟他的一个 去爱认我的勇气 所以我之后照样去倒垃圾 然后他对我很好 他就会看我拿很重 就会帮我多拿一点 然后帮我倒 然后我就觉得很温馨 然后比如说 如果我去邮局 赚钱 我都戴口罩了 还是会有人来认出来跟我说 你是大米 然后我就会立刻说 对我是 然后我要离开之前 我还会去跟他打招呼 跟他说谢谢 因为 这就是公众人物啦 就应该要做到这样子 大米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继续聊 欢迎回来 今天邀请到大米 大米跟我们来聊聊 这个自媒体 还有一些 新以后的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其实大米 好多的东西可以挖 你的宝藏很多 刚刚讲到了一个形象的问题 其实这个公众人物 就是难为啦 就其实因为你也有当过记者 所以你知道很多事情 就是可能只有片面 可能只有一个画面 可能会毁掉公众人物 前面经营了三五年的形象 对啊 因为其实我私底下的个性 真的其实我嘴超低 然后我要得理不劳人的时候 真的超可怕 可是呢 我现在都不会觉得 我要在公众场合去赢 因为我只要赢了 其实万一别人爆料 那我整个就是输了 所以我任何东西 我都会觉得 哦好没关系 那我现在先退 那就算了 因为我要让这件 不愉快的事情过去 我追求的不是赢 而是让不愉快过去 所以人生观也改变了很多 很多啊 可是我不会抱怨说 哦这样子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那你这样是不是牺牲太多 我觉得讲这句话就幼稚了 因为我就是这些 因为我可以得到这么多 其他的附加价值 就是因为你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嘛 那你牺牲一点点在公众场合发脾气 或者是距离力争的一点点小小的权益 但是你后面拥抱的东西这么大 那你就去看你拥抱的东西就好了 所以我会觉得值得 好那这个现在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工作嘛 固定的工作 然后虽然他也有放寒暑假 对我在学校 好羡慕你啊 还不错 上辈子休矮的夫妻 但是呢就是说你平常是怎么样规划你自己的时间 也让一些在自己家头工作者来了解一下 因为你知道吗 自己在家工作的人最害怕 我最不喜欢在自家工作 因为我希望办公是办公 工作是工作 因为像我这种很懒散的人 一定是穿着睡衣 然后出来要工作一下 又被别的事情给绑住了 你怎么样的来划分 感觉你是自律盛严的人 不太是 可是我大概会今天先醒来之后 我可能会就拿一张纸跟笔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 我今天最重要的要完成哪几项事情 然后我就会来排那个顺序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把时间切得很碎 你整个人就会乱掉 那我可能比如说像今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我一想完 说我今天要做了一些细细索索的东西 比如说我要做Podcast 我要回粉丝的讯息 我要回厂商的讯息 我要解决很多的客服 那比如说厂商讯息 客服这类都比较细索 那我就决定了一件事情 我早上先把一个Podcast剪接上传好 那上传好之后 那发布了之后 他等于是说粉丝就开始听啊什么的 那我才去处理这些客服啊 然后是厂商之间的联系 那整个都处理好了之后 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好之后 因为我自己都还会 就是自己寄东西 那我这时候出门吃饭的时候 我就会顺便去寄东西 然后之后再来上节目 就是我会 好充实 对我就会在早上的时候 先想好那个区块的顺序 早上是完全做节目制作 那下午开始做打杂 以及处理一些所所碎碎 那可能到晚上的时候继续写内容 但是我觉得你做创作的人 你不能够觉得你创作一定要在一个天时地利 人和的时候 以及四周幽静 那你永远找不到这么美善的环境 我都会觉得我都是在垃圾堆当中写东西 因为我比如说那个灵感来的 我的灵感其实大部分有时候是来自生活 比如说隔壁的那一桌正在讲一些话 那我觉得天哪 他讲的话实在太有趣了 我就会把他耳朵张得超大 然后那一碗牛肉面吃超满 然后我就会开始写重点 然后如果假设他的音量 我还能够听得到 我就会按下录音 因为他的抱怨是这么真实 我只要把它画为文字之后 你知道有多大的力道 很棒耶 对 然后比如说在捷运上面 别人在吵架 我就会默默过去听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吵架的时候 最真性情啦 所以以后你在捷运吵架 看到有一个人戴着帽子跟口罩 移过来就是大米 对 就有可能是我再来取材 我再来取材 然后以及比如说我去看电影 我看完电影之后很感动 你知道吗 不论你的感动或是你的哭 都是老天爷在给你礼物 那我立刻看完电影之后 像我的朋友啊 他们是做文学创作 他就会觉得他回到家里的书桌 好好写这篇新德文 我都觉得万万不可 因为你走出电影院 到你家的这段 就没有感觉了 你的灵魂在耗损 第二 他会变成你的路上的工作 就是你有一个 你多了一个代办事项 你知道你有太多的代办事项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之后 就会造成你能力的耗损 所以我是强迫我自己 只要走出电影院 我就蹲在路边写 好所以你看到捷运有人戴帽子 你在吵架他凑过来 就可能是大米 然后你看到有人在蹲在路边写东西的 也可能是大米 所以呢JK罗琳是在咖啡厅写 那算什么 我们大米是在路上 路上啊 蹲在那边写 好收集一下 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畅销书的作家黄大米 如果你没有他的书你就落伍咯 他出了很多的畅销书 包括了 若你委屈自己认谁都能刻薄你是我的第一本 第二本书叫做功劳只有你记得老板谢过就忘了 对功劳只有你记得老板谢过就忘了 那时候我还跟大米说 其实老板谢过我 我就很感谢 因为他还记得谢我 但他不希望这样子 因为他对人都很好 他不希望老板只有谢过就这样 老板应该还要做点什么事 比如说加薪 比如说送礼物 等等 应该是说老板他如果谢谢你的时候 你要记得这时候是你最好争取加薪的时候 说实话 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公司 然后老板跟你说 哇你好棒你好棒哦 就是你表现得很好 我们一起为我们团队努力 每一年听嘛 那嘉欣没有你的份 第二年也说 哇我觉得公司真的好需要你 真的好棒哦 谢谢你让我们公司这么厉害 我们一起的成长 然后嘉欣还是没有你 你觉得你会待几年 我觉得应该到第二年我就快要崩溃了 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件事 我这一两年成长了很多 因为其实我就真的很喜欢赚钱 我非常喜欢赚钱 那种东西呢 给我很大的成就感 跟自我肯定 那你说 你也帮妈妈买了房子 我帮妈妈买了房子 然后我做了很多慈善公益 但是我觉得你爱赚钱跟爱做慈善公益 基本上它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是说 自从我都很大声的告诉所有的人 我就是很爱钱 然后大家突然都会很愿意用钱来讨好我耶 然后我觉得超好的 你知道吗 我可以爱钱爱到啊 大家一起在吃饭啊 然后可能对面的朋友就说 对啊像你这么爱钱 然后我就还会觉得 天啊已经内化到 每个人就会觉得爱钱是我的等号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样很好 但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取之有道 而且其实我真的是透过我很正当的努力 去拿到这些钱 然后其实我对朋友对弱势都非常的大方 所以其实这样也不会讨人厌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当你希望别人用什么东西讨好你 你就要去讲 那你不讲 别人就会觉得 那我就用赞美讨好你 感觉上就解决啊 对啊 可是像我这样这么爱钱 大家就会觉得说 好啊那我们就来谈金额啊 然后就问我说 好那这个金额你行不行 对 好 刚刚讲到这样子 也就是说听众朋友在过年前 可能也会有一些些想法 因为毕竟2021年了嘛 那2020年不好过 也许老板说我们共体时间 就没有加薪 可是2019年可能很好 老板就会跟你说 哇你真的表现很好 我们一起为公司成长 就不管是有赚钱 没赚钱 他都有一套说法 这时候你就要想想 你是不是希望待在这个环境 那这个环境 是不是你喜欢的 或者是说 你觉得你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但我觉得都要谨慎想清楚了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人比较自我膨胀 都觉得说 这个我可以去很多很多地方 就一转换就没有工作了 尤其现在的媒体来讲 你看现在关了一个电视台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同业 可能也面临到 可能要退休 或者是要找不同的行业了 对不对 其实影响蛮大的 我觉得你要永远抱持的一个心态 就是积极进取 但是虚怀若骨 你永远都要表现出 就是谦虚 然后以及愿意跟别人请教 那才不会让人讨厌 那所谓的积极进取是 你要去测试你市场上的身家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好厉害 因为那是一种感觉 那你也不要相信 别人一直赞美你好厉害 因为那也是一种感觉 你要实际的就是把你的履历表 丢到市场上面去寻假 那如果说有很多公司来找你 就代表你现在的身价很好 或者是当你释放出 你想要跳槽的讯息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开始帮你介绍 请你一定要去谈谈看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那个公司可能离我家太远了 或是小规模或什么的 我不要去 我都觉得这样不太好 因为这样是你自己在断掉一些可能 以我自己来讲 我以前会觉得有很多我认为我瞧不起的小公司 真的 我那时候会觉得我心中只有大品牌大公司 可是后来我发现大品牌大公司 它的人才取得太容易了 你只是当中的一个耗材 那可是在小公司 因为他要找到好的人权不太容易 那他难得就是有一个还不错的人 他比较好就是让我开心水 第二个是我常常是说鹤立鸡群 你真的用眼脑你也可以做得比别人好 那你就会换来你的身体健康 只是鹤立鸡群会有一个问题 你跟鸡聊不太来 对 因为你是鹤 你是鹤 而且你不太懂鸡的快乐 然后鸡也不太懂你的事业 那没有关系嘛 因为鸡都很善良啊 你知道吗 在一个上班的环境当中 如果同事都很善良 那就够了 那你既然这么厉害 你就去找一些私底下 找你的朋友们聊一聊就好了 所以我常常是说 大公司小公司各有优点 但是你有面试机会就去 然后就当做练口才 然后越不喜欢的工作 薪水给他喊很高 看他会不会给你点头说yes 如果给你点头说yes之后 你才会确定说 原来我真的还蛮有行情的 好 接着我们来谈谈就是 市面上有很多的团购嘛 尤其过年 哇很多人去团购瓜子啊 很多团购开心果啊 那有些人像我们前一阵子你知道吗 台湾人最喜欢团购 前一阵团购卫生纸 然后很需要啊 后来又团购什么 暖暖包 口罩 然后接着就是暖暖包 对 团购这个东西 很有趣对不对 团购超有趣的 因为很多上班族可能会搞不太清楚团购他为什么 上班族赚到便宜 因为团购的价钱会往下刹 对 可是对团购主他赚到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说以前这个厂商他就是把一定的利润分给通路 不论是Saven啊 某某购物或什么的 他们都一定是购一出去之后就可以抽成 那这些企业主在抽这些成的时候呢 那个赚的钱其实是你搞不清楚的 那可是随着就是新媒体的成立还有网红的出现的时候 很多的厂商就会觉得 那我给这些大通路的的那个抽成费用 我可以拿比较少的给这些团购主 比如说你卖出100万 那我可能给团购主15% 那团购主就可以拿到15万 那可是对一般上班族而言会觉得说 哇突然可以赚到15万 那好多 可是对厂商而言他会觉得我赚到 因为我以前给这些通路是20% 而且我可能还要赞助通路的印刷费 什么什么活动什么什么庆之类的 所以他对厂商而言他跟网红合作 他会觉得轻松愉快 而且对厂商来说 他为什么很喜欢跟网红合作 再来就是现金流 因为网红如果跟他合作 那开团之后 那个钱是不是刷卡 或是ATM转账 立刻就进厂商的户头了 但是他如果跟通路品牌合作 可能会开三个月的票 六个月的票 他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钱到底进不进来 那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反正我们只要团购便宜就好 起码我们在外头买可能是30块 但是我可能在团购里头可以买到23块 或者27块我何乐不为 对不对 对就是说消费者会赚到便宜 那我很鼓励就是如果你是在公司 人员不错的人 你可以开始试着当团妈 然后从小团开始 团妈最重要的就是你找对商品 谈好价格 然后你可能就可以赚到这个抽成的费用 一开始一定不多 但就是加减补贴 然后有乐趣 好玩嘛 好玩 可是呢 很多团妈都是在这种好玩 帮公司大家团购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就创业了 不小心就创业了 以我一个朋友 他那时候本来他们是开英文补习班 好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 从英文补习班怎么变成团妈的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黄大米跟我们来聊聊 他最近在做什么 同时刚刚讲到了团购 团购很好 过年 你有没有团购瓜子啦 或者是团购 其实我团购过一个很好笑的时候 我团购过袜子 后来想想实在很无聊 干嘛买袜子 对啊到处有耶 但我觉得有个心理学的专家就讲说 当你看这个网站啊 就是前面你看了十分钟之后 你就会下单 你知道有时候Facebook是这样 就是你一直在看人家在讲什么讲什么 他在那边卖衣服卖衣服 其实你后来最后大家看了十几分钟 你就会想买一件 会耶 但你也 都买了很多 有的没有的 就是 这个也是一个乐趣啦 对不对 你就看了看了就会有感情 就会想买 就会想买了 那就是一个心理的因素 好你刚刚讲到团购 你说有一个人本来看英文补习班 后来去当团购主啊 对啊 因为你知道少子话 然后慢慢的呢 我那个朋友 他们的英文补习班呢 就招生就越来越不行了 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留学在国外的 所以他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加减补贴一下 所以呢就帮忙做代购 那做代购之后就发现 好像他挑的货品都能蛮能够引起共鸣的 然后他想说如果就是少子话 那补习班如果慢慢的在萎缩的时候 也许团购是可以发展的 那做海外代购的时候 比如说会比较有海运上面的风险啊 或者是说那个东西进不来的问题 所以他第二个事情他就开始自己找比较好的台湾的品牌 然后做自己的代工 他等于他有自己的品牌了 就比如说袜子我印一个赵婷 婷就是一个自己的品牌 然后就变成说他的发展是一开始就是从海外代购 变成是国内的自由品牌 那本来都他自己在做 后来他就开始做越来越大了 他就开始找网红 他就去找网红 然后帮他做就是宣传 然后请网红开团 然后他变成是厂商 所以他本来是团主 后来变成厂商 所以现在很多的网红自己也变厂商了 对不对 我非常多很多网红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比如说以韩国某个洗法经 他本来要找那个网红去开团 那网红看到那个洗法经 就说啊这个品牌 我从以前就好喜欢用 那我不要帮你开团了 你就说那个是我的品牌 那我们这样来合作可以吗 这样子 对那就变成那就是那个网红的自由品牌 你会发现说不仅洗法经啊面也是啊 因为他在经过一个包装之后 他就成为那个网红的自由品牌 然后在味道上面可能多加一点辣椒 多加一点柠檬 就是变得不一样 那我那个朋友就会变成是 本来是一个补习班老师 后来变成一个开团的团购主 到现在他变成是厂商 他找了很多网红帮忙 那以客服 他以客服端来讲 他现在大概就请了十个人 在做客服 然后也有自己的仓储了 但是这些发展都不是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想到的 想到的 因为他刚开始就是觉得说 我就帮大家买买在国外的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如果你很热心 那你就善用你的热心 喜欢帮助别人 那你就可以试着就是帮大家买买东西 那大宁你觉得一个网红 他的生命会有多久 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年 你觉得平均来讲 我觉得他有知识性的网红 有很多不同的网红嘛 其实一个网红如果能够活过三年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就会比较稳得下来了 然后我觉得网红常会死在哪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他设施卫生 很多时候太年轻爆红的网红 他等于是他没有经历过一些吃苦 所以他会认为他自己非常的厉害 不可取代 然后所以他会在言辞上面 就是走偏风 可是如果你本身是上过班的人 你吃过一些上班族的压力跟吃苦的时候 我觉得这时候你会去当网红 你会比较惜福 所以我觉得太年轻爆红的网红 很容易死得很快 一个原因是他不知人间疾苦 第二是说他不知道惜福 那我为什么讲说三年 因为如果三年你都可以撑得住 其实代表你这三年来的经营方式 你的商业行为是对的 那你只可能会越做越好 那我要回到我说的就是无力之力是大力 很多时候你在开团推荐产品的时候 你不要只看到那个厂商给你多少钱 因为如果你只是因为看到厂商给你多少钱 你就开团 那你卖出来的东西是不好的 那那些相信你的粉丝他买到不好的 他不会来跟你客诉 可是他会去跟他朋友讲 就说你跟那个人买的 我告诉你 他都说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你不要再跟他买之类的 他不会来跟你讲 可是就变成说你卖不好的商品 你卖越大 你这个品牌会死得越难看 那我自己知道 包含现在很多开团开的好的 这些团购组 他们都很严选商品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我不是去问这些开团的网红 因为我们都没有交流 而且讲真的 某种程度上我们去竞争的 那我们互相交流这个 彼此知道数字都不太好 那我都是问厂商 那厂商可能就会跟我说 哦他那个网红挑东西挑的很严格 所以他没有要推我们这一档产品 所以只要能够走得好的网红 他是很在乎粉丝的信任度 东西好 但是抽成少 OK 但是东西烂 抽成高 你万万不能接 你卖越好 你陨落的越快 好 这就是告诉大家 现在的一个趋势 也许你在过了新的一年当中 你想要兼职 我觉得从自媒体开始出发 的确是还不错的 起码就是贴近我们 因为每个人都有个手机 那当然你可以透过文字 或者是说做其他的兼职 我觉得都很不错 那当然今天很谢谢大米 帮我们分析一下现况 就是希望大家2021年新的一年都能够顺顺利利 也祝福这个大米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我觉得很开心 这个很通俗的一句话 但是是很真诚 万事如意最重要 没错 拜拜 拜拜